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差不多20多年前 那個時候 我在一個週刊上班 然後我以前的一個同事 他們得知了某一位 算是綜藝界的前輩大哥 那他跟一個女孩子有不倫戀 然後有不倫戀呢 他們一直怎麼樣都拍不到 因為這個大哥很小心 他們兩個從來不在公眾面前一起出現 然後甚至有的時候 在某一些場合 這兩個人遇到的時候 彼此會裝作不認識 所以怎麼樣都拍不到他們的照片 結果我這位朋友非常天才 他想到了一照絕招 你知道那個時候剛好是 類比轉數位的時候 也就是底片機轉成數位相機那個時候 所以一般人對那種合成照片啊 什麼東西都還不是很理解 結果我那位以前的同事 他是個攝影高手 結果他就想辦法 去先拍了一張那個女孩子的照片 然後呢 又拍了這位綜藝大哥的照片 然後他把兩個照片合成在一起 那如果你合成在一起 出去報新聞就會被告 對不對 所以他不是這樣做的 他就把這兩個照片合成在一起的時候 約了這個大哥出來 我記得是約在國聯飯店 然後找我去 因為他們雜誌這個規模 相對比我那天 我那時候在的那天小 他覺得 如果有我聯名一起去找這個大哥 這個大哥比較願意出來談 結果這個大哥真的就出來 然後 我們那個 以前的同事就問這個大哥說 那 你是不是跟某某小姐在一起 怎麼樣 那個大哥先說 你在說誰啊 我不認識他 結果那個朋友啪把照片 拿出來 那個大哥當然嚇到我 看他整個臉都綠了 然後就說 真的拍謝啦 然後就 就開始跟我們訴苦 講說我太太身體也不好啦 這樣 我跟他一起吃 而且現在已經結束了 我們都沒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拜託你們不要報這個新聞 那因為我心裡頭知道 那個照片是合成的嘛 所以我也不講話 我想說看我那個朋友怎麼弄 然後 結果我那個朋友就說 那你承認你確實跟他在一起沒錯了嘛 結果他說對啦對啦 但是真的 你也知道 你現在報這個也沒有什麼意思嘛 對不對 就不要報了嘛 結果後來我那個朋友也是心軟 因為說真的啦 就是 硬去報這個也很奇怪啦 因為畢竟你照片本身是合成 並沒有真正 就是現場拍到或什麼東西 然後結果那個大哥 要臨走的時候 講一句我真的快被他笑死 他說你們也真的很厲害 我印象中 我從來沒有跟他拍過一起拍過照片 為什麼你們會有這張照片 我那時候就一直只好憋著笑 我不敢講話 那那位大哥 現在還在演藝圈 那我也相信現在因為數位時代 他也應該知道 很多照片其實是被人家變造出來 那有的時候 你想不起來 不代表就 就坦真的是一定有 就有照片不一定為真 請大家記得